嗨 我是比莫拉 今天呢 想要跟你們分享我前陣子一直背的 VERAVERA的包包 其實我喜歡這個牌子的包包非常久了 然後我之前呢 就是一直在看它 因為它是真皮的包包 然後是英國的品牌 然後它的包包價錢大概是四五千塊台幣上下 然後也有更便宜 也有 它有後背包是一千多塊的 然後我一直很想要這種很復古真皮的醫生包 那我有搜尋過台灣很多首創的 或例如說Pinko以上年 或是一些創意師集會有自己可以做 那自己去做的話 通常一個都要一萬多台幣 然後你還要自己弄很久 我就覺得一萬多我實在買不下去 然後 會買這一個是因為前陣子 很久了 我應該買了三四個月 還是五六個月有 是因為Lillian有這個牌子的折扣嘛 然後好像打八五折 然後它那時候一發還折扣嘛 我就立刻買 現在英鎊很低嘛 然後又打八五折的話 我記得這個包包 買下來好像真的四千出頭而已 忘記 我忘記多少錢 反正我放在底下 然後你們有興趣可以去看 然後這個是 它有大跟小 然後我買的是小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小的包包 因為它這一款大的真的蠻大 然後我覺得 它的大小其實非常耐妝 然後我很喜歡 而且它如果整個包包是空的的話 它其實以真皮包來說非常的輕 但是又很有分量 因為你看它的 就是五斤都做得很好 然後有仿舊的感覺 然後後面這邊是它牌子的鐵牌 然後超級漂亮 然後把手也很美 就是你的真皮的東西 真的用久會有一種光澤 然後我好喜歡好喜歡真皮包的味道 然後它說這是玻利維亞當地的居民手工做的包包 反正就是 它每一個包包都是那邊的手工做 然後如果你買了這個包包 等於它那裡的人就會有工作 然後會有收入 所以它還有一款後背包是有那種圖騰編織的 然後那個大概一千多塊 就打包我只剩下一千多塊 所以我下一個想要買他們家的那個包包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 所以想說 我也背了蠻久的 那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它真的非常好妝 我覺得女生其實買小的size 你穿什麼衣服都很好搭 然後我出國也會帶 我想說這次去義大利我可能會想帶它 因為它其實蠻不好開 它就是這邊這樣打開 義三包像這樣的開口 而且它真的非常能裝 因為它是寬的嘛 那我平常就會放 比如說食物 然後香水啊 口紅啊 然後錢包 就是要放這種小的短頰 可能比較好 行動 電源 自拍 神器 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還可以放一台相機 但是因為我相機現在在錄影 所以可能沒辦法拍給你們看 我等一下再補一個畫面 就是有放相機的樣子 那東西呢 如果要好放 其實我就會這樣直直的放進去 等於你所有東西都是站著在裡面 所以你拿東西的時候就是 很一目瞭然的感覺 就不會 你不要一層一層疊進去 你就會覺得不好放 可是如果你的東西都是這樣 直直的放的話 我從上面看 我就會看 喔 相機啊 錢包 唇膏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好放的包包 那它裡面呢 不同的包包好像會有不同的內裡 那我這個的內裡是 這種 很像 有一點 很像雞皮的絨布的感覺 那裡面這裡還有一個 它品牌的 一個 壓紋 也是它的Logo在這裡 然後 它的包包裡面摸起來是 蓬蓬的 就很像 枕頭還是什麼 就厚厚的很可愛 那Lilya還有另外一個 像英倫風的書包 然後上面還可以就是燙進你的名字 可是我不知道我這個包包為什麼不行 因為我結帳的時候 就莫名其妙我就結完 然後我本來想要有名字在上面 可是它好像沒有要給我放意思 反正我覺得如果你想要燙名字在上面 好像 不知道多加多少歐就可以 然後你就結帳的時候注意一下 它會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讓你填 你想要名字的 就是 尖寫還是什麼 所以有一些它特定的包款是可以放名字的 那我杯酒之後呢 我也覺得其實它沒有名字 這樣子素素的也非常好看 它搭花洋裝啊 牛仔褲啊 上班的穿搭什麼 都超好看超好搭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包包 然後這個是 JuJu的好朋友送給我 他去馬丘比丘買的 羊駝超可愛的 然後我就現在就把它放在這上面 覺得就是復古舊舊的很好搭 然後你也可以手提 或是你也可以兼杯 那杯袋也是可以調整的 我覺得它真的超級好用 然後我非常的喜歡 所以就拍了影片 想說分享給你們我最近 很喜歡用的包包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我把那個 它的官網放在底下 可是我不確定現在有沒有把我的代碼 或是其實網路上蠻多的 你就去搜尋 就是它的折扣嘛 應該都可以找到 然後輸入之後 我覺得這個價錢很划算 那如果 你是一個很想要一個質感好一點的包包的話呢 這個包包是很可以投資的 而且 它也不像一些名牌包 例如說三五萬塊這麼貴 然後很明顯在路上就看得出來它的LOGO 我覺得 低調的 真皮包真的是很值得收藏 而且你可以背很久很久的 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點讚 然後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會有新的影片喔 掰掰 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影片的話 我會戴過 我會戴過 我會戴那麼久的 괴� Bill by bwd6